大家好,我们来到现代中庆 先让刘洋 刘洋,谢谢 您好,现代中庆成立于1993年 是一家专注于教育信息化的公司 我们的核心主打产品是智能终端路波设备 中庆的创新点就在于说 结合了人工智能的技术 自主研发了基于国产AI芯片的 基于教学场景的人工智能文化 然后将教师的行为进行可视化的分析 这是中庆的几款核心的智能终端的设备 像这是便携式路波智能终端 它可以自由开合的 然后学校拿着这个就可以到各个场景 去进行教学的一个录制 比如说学校要开一个家长会 或者学校要开一个晚会 都可以拿着便携式终端 包括去开一场足球比赛 都可以拿着便携式终端 去进行全场的录制和直播 然后这是另外一款我们的便携式设备 另外这些是我们的精品的路波终端 那么在这些路波终端里面包括这个常态化的路波终端 我们都将AI技术 内置于路波终端中 然后在里面除了说可以实现常规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除了可以实现常规的录直播的功能以外 基于音视频还可以延展教师的课堂的直播 然后以及教师的教研的应用 以及课前课中课后的所有的教学资源的存储和采集 以及老师这个挂在教师的前端 老师在上课就可以通过这台设备 对老师的所有的行为进行智能化的分析和采集 然后从而形成覆盖全学科的教学大数据的体系 来方便老师课后一边看视频 一边进行有效的教学版词 然后像这是我们不同形态的教学路波终端的一个设备 我们这里有六个是吧 六种 我们一共是有六十余款 六十余款智能终端设备 今天因为空间有限 我们就摆出了核心的情况 为什么说的就是核心 对对对 主要的区别是什么 主要的区别比如说这是便携式的 它可以自由拿走的 然后这是精品路波设备 像这几款都是精品路波 然后它有PC架构的有嵌入式架构的 它的技术架构不一样 然后精品路波设备呢 它对于课堂录制的视频的效果要更好一些 那么有些学校呢 它不需要那么精致装修的教室 那么就会用这种常态化的路波设备 我们可以看看怎么用吗 看看怎么用 它基本上像路过终端它采集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像这个是我们推出的专递课堂 就是这个教室端像我们是在这儿可以采集到 它可以相当于是一个听讲端 相当于一个听讲端 老师在这儿去讲课的话 它相当于是一个主讲教室 我在北京讲课 那么其他地区 比如说山区的孩子 或者是分布在其他省份的一些老师 他就可以通过屏幕来看我的课 孩子来听过屏幕 然后呢 我在北京讲课的时候 我就可以通过屏幕跟远方的 远方的教室和学生进行互动 进行有效的互动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专递课堂 为什么现在我感觉有一些软件 会做跟大概跟这个技术一样 这个买这个之后 跟那个有什么区别 我也觉得它有点不太清楚 而我互动之后 要等一点就有效果 对不对 你看一下 我手走这样 然后它弯一点会动 所以你觉得这个跟其他的这种设备 有什么区别 其实这些都是基础性的一些功能 录播的功能 比如说这些互动啊 联通啊 这些都属于基础性的功能 那么其实这个主流的厂商的区别 就在于说它的内核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把试音频采集过来 互动过来之后 我们会对学生进行一个一定的有效的采集 比如说课中课中的答题 统计 然后以及互动的一些白板互动的工具 这是实际的课堂的录制的视频 您看刚才我们看到的有一个智能终端的设备 这是真实的教室的场景 会在前面挂一个我们的智能终端 然后它上面会有摄像机去采集学生 采集老师 然后老师在这上完课的时候 这台中断设备就会自动把老师的 九种的教学行为进行有效的采集 包括老师的询释 他跟学生的互动 讲授版书 以及学生的应答 举手听讲声声互动 进行一个九种行为的自动采集 然后从而采集上来数据之后 我们会对课堂的参与度 然后以及它的教学行为时序 我们每六秒钟做一次打点 每两分钟做一次统计 它的听讲环节都分布在哪些时间的序列里边 都可以去进行点击的 它都可以进行自动的点击 去看它对应的一个视频 另外还可以分析这堂课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教学的模式 比如说它是混合型的 对话型的 或者是练习型的等等 然后另外我们可以把两个老师的行为 进行一个有效的对比 年轻教师与骨干教师之间的一个行为 对比的分析 今天网络可能有点慢 对比的一个分析 就能看到年轻老师与骨干教师之间的 教学行为的一个差距 然后这样老师在上完课之后 他在进行教学反思的时候 可以一边看视频可以一边去看数据 然后可以有效的看到教学反思 我觉得这个真的会让每个学校的老师们 一定做他们自己能最好的表现是不是 对对对 可以 你还要给我们开心吧 基本上这个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亮点特色 所以我们说AI精准教研 然后加上老师的教师的专业发展 对 然后这个是对 这个数据可能没有出来 没关系 这出来了 这是对于一个区域 比如说这个区域就是这样的 我们还有一个大数据的页面 是全国的一个统计 这个就是一个区域它里面开展的教学的一个数量 直播的总数 以及它的学科的分布情况 然后以及用户反的量和它设备的使用情况 另外呢 我们也开展就是基于教学 教师研修 八种教师研修的模式 这个平台会对教研工作提供专业的支撑 然后比如说在线的备课 在线模课 然后以及听评课 我们支持说 比如说一个老师在前面 他进行上课的时候 他是以直播的方式播出来的 然后全区域的所有 他在做直播 全区域的所有的同学科老师 可以在后面进行点评 然后可以根据一定的量表 对这个老师进行打分 然后平台会自动输出 他的大数据分析报告 嗯 嗯 Yangliang 嗯 谢谢你 嗯 谢谢 我现在感觉我真的理解更多 嗯 谢谢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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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We are at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Equipment Exhibition Once again And this time we're at a company called Zonki Here in China What's truly interesting about this company is that they've decided to take AI technology to another level Not exactly a level we've never seen before but a level that has never been implemented in this way here The reason why I say this is because we spent the day looking at various applications of monitoring technology Today we see monitor over here we see monitoring technology taken to a level where you don't just see what's happening in the location you're monitoring but you also see data results of what you can actually learn from what it is you see making it a much smoother experience a lot easier to get the information that you need without spending too much time analyzing In fact in Chinese and I'm sure in English as well AI analysis is the term used to describe this technology Now don't let me explain this in the wrong way Don't misconstrue Zonki is much bigger than simply this one technology In fact I've been told that there are thousands of different kinds of monitoring solutions that they are working on and have already released into the market One of them is right there away from the camera but it's actually an entire monitoring station that folds into a briefcase or a briefcase looking device and it can be carried to wherever you want to go Now let's not forget that today's exhibition is about schools and what this monitoring technology is aimed at is providing the most safe environment for schools, universities or wherever you have a whole bunch of children gathered together So this device is convenient because of its shape Folding it into a briefcase means that you can monitor the safety of the surroundings in your school whether you're at the gymnasium, the cafeteria, if it's a university, the dorm area and there are a whole bunch of examples Now this is for a large-scale monitoring solution The second class of products that we've been looking at here also uses AI technology and that is inside the classroom or classroom monitoring Once again, this isn't something we haven't seen in the exhibition today but the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truly allows for quick analysis of what it is you're looking at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we looked at were basically through analysis of different voices, pitches and locations around the room You get to see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students, which we've seen But you can also see comparisons between different teachers, which I find very interesting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pick our teachers well to have the greatest education for our children Now while I'm sure this might be slightly irritating for teachers 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a job well done Now, some of the comparisons we've seen would monitor the excit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n simultaneously apply that information to the teacher And that way you can put two different teachers side-by-side and see who did a better job I hope this isn't used to, for instance, take away from teacher benefits But rather to find out what it is that makes human-to-human relations work so well Sometimes, and not other times Thank you, ZoneKey, for bringing this technology and helping us understand ourselves through technology better Thank you